這次看能不能直接破關啦 好不好 一次把它玩完了這樣 然後大家都知道這個遊戲是有三個結局嘛 我就不強求的看會是哪一個 就隨便啦這樣好不好 隨意了 然後結局三個 我一定也會 有喜歡的跟不喜歡的嗎 如果我選到不喜歡的我就 我 我也沒辦法了 隨你吧 剛剛我有裝漢話這次就比較簡單了對不對 好啦好啦 Silent啦 講話吧 Silent 什麼都沒有啊 這張的主題是什麼 呼吸喔 第四張 喔 有幾張啊 五張還是四張啊 好 看壞是怎麼可能內建啊 當然是他媽要自己裝啊 我們一間很接近了我能感覺到無需猶豫 怎麼讓我們不見不可摧直到最後 五張喔 他會講話欸 我也搞不懂這主角到底是誰 這結局的時候應該會講 未來的自己 未來的自己 沒有沒有沒有 怎麼一直有東西往下掉啊 這是在暗示誰掉下去了啊 喔 場景開始帥起來了喔 這邊怎麼那麼lag啊 小怪 通啊 啊 墜落的夢 這個低音又是誰咧 導演嗎 一直叫我們做正確的事 喔 畫面是很帥啦 但就像之前講的 驚嚇點沒有那麼的符合我們的胃口 我嗎 就是 就是 擺脫角色找到自己 找到角色迷思自我 就不能做一個完美的 詮釋嗎 權益 保持著自我然後 演我的戲這樣 喔 幹 GO 爽了一下 我以為是血咧 結果不是 我以為是死人有在噴血在地上 又要他媽的黑白 臭你媽的我夠了 你們看這個配色 多棒啊 多鮮豔啊 然後進去之後全部都是黑白的 哇靠 死人復活啦 這什麼成就啊 快 哇塑好快 這是誰 快要更快沒有更快這最快 只有最快沒有更快 他幹嘛還是死了 死了 欸沒有啊 他這個場景其實做得很棒 其實成人恐懼喔 一代二代他場景變換 跟這些奇怪的特效都做得很棒 但是二代少了 少了一些真正的驚嚇 個人覺得呢 一直玩到現在都已經 這麼後面了 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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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娜娜 娜娜 我覺得他是不是因為演戲入戲太深衝了 靠杯啊 嗨 中華民國 萬歲 小雜小 靠杯啊 這是姐姐在跟誰講話 他這些可能是演B級恐怖片的片場啊 不是說真的有他媽的這種恐怖的東西在啊 一直以來 對 這個莉莉是在抱怨啊 他抱怨他老爸都沒有在他身邊 惡的事情讓他承擔對不對 對 在莉莉的內心中 深入他的內心 看看他的想法這樣 突破了枷鎖 還記得你們第一次跟爸媽頂嘴那個時候的心情嗎 有沒有覺得很 很激動 中華民國 穩穗 那邊的視角會自己轉來轉去啊 2 1 4 1 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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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這邊是要表達什麼啊?我他媽真的不懂了欸 是他在逃嗎? 還是他殘破不堪的內心?還是什麼鬼啊? 他要被抓啊 怎麼每個人都要跟我握手啊? 我不能往別的地方看欸 結果到最後還都是用假人在表現 或許某些人對假人心生恐懼對不對 會覺得很冷心忍吼這樣 可惜我免疫 某些人能力是點滿的,你們知道嗎? 我要的是血肉模糊 這是血跡嗎? 就像有人很怕小丑這樣 然後有的人會覺得小丑很好笑 吸走 她有她整個生命前面 會是年紀嗎? 或是幾個小時嗎? 你瘋了 我會吵架 我會有一個話題 你不能聽 好 早 這遊戲玩一玩會不會某種併發作 我現在莉莉講的這些話對不對 對他老爸講的話 讓老爸心碎啦 這是在表現這個 我每一句 每一句話都是對老爸的傷害這種感覺 但老爸應該是沒有那麼壞啦 跑到後面 這是哪裡 瓦甘達 還說這一切都是在演戲啊 怎麼可能跟弟弟說 傻小 感覺老爸虧欠 虧欠莉莉跟他弟弟一個什麼 完美的人生之類的 自己的人生自己不開創 自己不對抗命運 要怪社會的泥沼太深爬不出來 你們到底有沒有鬥爭的心 看看那個開師 還不夠勵志嗎 整天只會怪東怪西 怨天有人 怪人生不公平 怪命運不公平 不要講得這麼簡單 哈哈哈哈 一大堆臭肥宅 說 運動好難喔 減肥好困難喔 沒辦法 我天生就是這麼胖 沒有人天生就是這麼胖的 好不好 他媽到底有沒有努力過啊 幹 我現在要把我心中的小花拔起來 把我的純針拔掉 把我的良知拔掉 好 我覺得這個遊戲喔 一定很多人玩這些場景經歷過後 都不知道到底在表現什麼 你們信不信 這個遊戲應該做成一部電影 而不是一個遊戲 我覺得這種紅白配色其實很恐怖耶 很詭異啊 會讓人毛毛的 但是我知道前面並不會有 那個 變形怪之外的 噁心怪物 所以我感覺好像就有點淡定了 你們知道嗎 還是說會有啊 他媽我還是他媽期待耶 這什麼東西啊 誰被殺了啊 這莉莉是 心裡扭曲了是不是啊 還在殺誰啊 他把自己的童心給殺了 我會 姊姊殺了誰啊 姊姊殺了他老爸 有可能 姊姊殺了他老爸所以帶弟弟逃出來 所以就變成強迫的 亡命之徒對不對 他弟弟就叫做 詹姆斯格雷夫 喔不能走 我他媽就是要對抗命運 人在世上 沒有夢想 與鹹魚一般 逆流而上 瘋啊 啊 擁有什麼東西啊 對抗命運的力量嗎 對抗什麼東西 毒刃是什麼 欸 是不是過關了啊 他跟誰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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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被船上的大人發現了是不是 他在幹嘛 這是馬上瘋了還是什麼 I come from a sea of displeasure I have longed for affection Now I live to please you 難纏 難纏 奇怪這邊這一格就是 那有些小房間的路線 你就是看到一些特殊事件啊 滿足你 視覺上的 欲望 但很多時候你不會知道說 嗯? 這是在衝他小 就是覺得特別帥這樣而已 就是覺得特別帥這樣而已 是他死掉了了吧 我剛才看到 我感覺我在做的事情 老鼠跑出來是代表說 良心跑走了 邪惡在心中滋長 是不是 做了一些永遠不會 讓你復原的事情 我把所有的資金都拆掉 我把我無所謂的海外 我給你付款 我會付款 這裡是我的血量 救完老鼠爬梯子喔 是不是還有一隻沒有救啊 慕斯 這弟弟是產生另外一個人格對不對 有 有路了 那到底在跟誰說話 夢想中幻想的朋友 死死亡了 這關卡為什麼這麼的難理解 這有些怪物的牆 你...開砲之後他就可以通過啦 你不能說他媽的 知道路但是直接亂衝 衝是衝不過去的 有了 媽的死老鼠幹 這張我只知道 莉莉 心中對他老爸的恨意 差不多是這樣 還有他弟弟不知道是在跟誰說話 真正要表達東西其實之前好像都差不多知道了 但是他是用一個畫面的意境來讓你更... 更...更了解 感受更深 幹嘛了啊 雨果是不是啊 你在講話 她在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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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姐姐被拿去藏寨了 你是哪裡看出來的啊 她在哭了 她在哭了 我怎麼看不出來 有 這啥小意思啊 她姐姐是... 她姐姐是被拿去賣給了... 變態集團 然後就... 玩分屍秀掛了 是不是 被抓去那種地下... 表演場嘛 然後台下觀眾都戴著面具嘛 然後你就在前面那個牢籠裡面 姐姐被放出來 然後就開始了各種... 變態Play秀 最後再被分屍 然後下面就很爽這樣 你們應該有看過這種劇情嗎 很爽 變成地底在帶領我耶 這就是之前經過的事情 莉莉曾經答應過... 答應過弟弟的事情 好 靠北掉進海裡了 蛤 姐姐為了保護弟弟自願被賣 是這樣嗎 我不知道怎麼樣啦 幹 真的不知道啦 我都玩到... 到底是在演殺小 但是我... 唯一能夠確定的就是 莉莉離開了弟弟嘛 對不對 這邊怎麼都已經... 泡水泡...泡多久了 不會是我 當你我在相見時 我不會是我 沒什麼... 片可以看了 這裡是飛行荷蘭能耗啊 David Jones 啊...夜空欸 啊...夜空欸 誰是鞋子啊 姐姐呢 那...那串字連起來就是角色啦 卡拉克特 卡拉克特 火焰真相打破循環 誰生誰死我是誰 他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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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呵呵呵 最後一張囉 我們現在來看看這到底是什麼結局 如果最後還需要腦補的話我就... 你們看 是...是在講弟弟啊 已經過了很多年了 長大了是不是 偽裝成虛空之人 他的名字 叫做 卡薩丁 恩 He Stars Back 這是在形容什麼 形容已經看破生死了 Forever 奇怪這張名字叫什麼我怎麼沒有發現 我們這次沒有傳進去 感覺好熟悉似乎來過 卻完全不了解 蛤 這是第一張的時候經過的嗎 進來也不會關門啊 這好黑喔 我才知道 有 在這 有 在這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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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曾經來過的場景嗎? 再坐一次 我現在是要層層上升了 層層浮上 層層腦補 直接跨殺死了 多久了想不起來 我覺得自己在打滑輕飄飄的而且越來越輕 這假人衝說大尾都是同一個模組你們有發現嗎? 都是90號那個 每一個都一樣 那姊姊為什麼要說 我們剛剛開的罐頭是姊姊的真實想法嗎? 他一直把吉米當成一個負擔 阻礙了他的前進 他這個人物設定怎麼瘋狂的一直在加一些有什麼東西上去啊 然後最後再開一個罐頭又變成 弟弟的內心化這樣 弟弟一直覺得姊姊很賤 吃東西都不給他吃 一直要玩家家酒 他就一直要搶船長 所以弟弟不爽 這人物設定真的是邊走邊腦補耶 有點像那種很爛的武俠小說 比如說像死神啊 簡單講 怎麼那麼難開啊 然後走上去的 那我就可以讓他走 你不想害怕 他就在外面 你不想那個吃東西 不想這張 然後找他 你不想 你不想 你只能幫我 你不過你也不想 你不想 我可以 他自殺了喔 我也要進去 這不是真的死掉吧 這是代表他心靈上的死掉嗎 現在的光… 他已經離開了 他已經失敗了 沒想像你 就像你 一生不是你 我突然覺得我知道怎麼評論這個遊戲了 무려 狙殺小看不見了 ∞ 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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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帥 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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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帥 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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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全都掉了 我們不需要繼續下去 什麼事啊? 放下些吧 take your shot 啊 只有我吧 算是那一世凡 父親的最後自生 人生 那高等火 一生命 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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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火烧烧烧 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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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演戲 那姊姊這個角色跟我們操縱這個人到底是誰啊 你一直以來我就是那個海報的女主角 一死 戲中戲 這個人是我塑造出來的 那他們姊弟又是 那從頭到尾姊弟都是片場的 布置 那我看是 Metropolis 那個什麼大都會啊 那個箱子打開也有姐姐的屍體 欸不對啊 這是 這是他在家的時候跟弟弟躲藏的那個箱子不是嗎 在演殺小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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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這個遊戲喔 我覺得啦 一代會這麼成功 除了畫面棒 還有 恐怖感夠 加上噁心的東西之外 有一個重點是二代沒有達到的 你們知道是什麼嗎 就是整個故事 的 貫通線你們知道嗎 我們在一代很了解 從一開始就知道主角是個畫家 老婆 重病 燒傷 主角是為了什麼 跟家裡曾經發生過什麼事 那為什麼要畫 對不對 為什麼要這些材料 我們就是照著主線這樣一路的 過去 沒有脫離過 然後二代變成 這是什麼東西 他是想要一直營造出一個意境 就是你要塑造自己的角色 但是你走到一半 你這個一本道走到一半 你突然就左轉 有沒有 左轉你又不走 走回一本道 然後左轉右轉 左轉右轉 然後走了一道又不知道什麼東西 啊走到最後 啊你又回來一本道了 然後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玩什麼東西了 這種感覺 你懂這意思嗎 我們一直在體驗姐弟 的 故事 OK 這個我懂 兩個姐弟嘛 偷 偷渡客 什麼的 然後家裡從小 老媽難產死啊 父親沒有盡到父親的責任啊 姐姐很憤很 很悲憤啊 可能把父親殺了逃出來自立更生 帶著地理求生啊 但是 後面又多了一大堆 奇怪的隱喻的場景 有一個人躺在床上兩腳開開的 然後一大堆寶藏打開 然後假人之離破碎 到底在暗示什麼啊 已經 這個已經不是普通的時候跟你暗示什麼了 你們知道嗎 這個 這個不是像那個 Yes I do 一樣這種暗示耶 這個已經是 謎團了 你這個劇情已經變成謎團了 你是要他媽的玩殺小 你根本就不知道到底在演什麼東西 然後一大堆變形怪 說變形怪就是 你走了扭曲的路之後 心裡產生扭曲的形象這樣子啊 靠北是什麼東西啊 我真的搞不懂你在幹嘛耶 你一直在說照你的形象 OK 啊最後 我們看到姐姐 逃難的時候被DATE住 然後爆炸而死 好 所以這次 照這個結局來講 我們都是在演戲 好 然後最後回到片場 女主角出來 看見演弟弟的那個角色 正在 扭小孩 這是在形容什麼 形容自己的童心已經 消失了 自己已經步入長大成人 成人的路上了 所以他了解了 自己活下去沒有意義 姐姐死了 爸爸死了 家裡家庭又破碎 所以乾脆把自己也扭了 蛤 好 好啦就算是這樣好了 那我們這個女主角 從頭到尾就是以一個 旁觀者的身份 然後看著姐弟的戲 這樣子喔 所以我們這整個遊戲 都是以旁觀者的身份在看 死天評價 褒貶不一 哇他媽一點都不意外 他們把故事主軸放在 找到關於你自己 根據這些線索 發掘你自己 但是這個遊戲 並沒有很好的 把這個主軸 解釋的 傳有建立的 建立出來 我懂他在說什麼 編劇到底是誰啦 二代 怎麼可以把東西搞爛啊 我 我玩遊戲都講很真實的感受啦 他的遊戲圖像 簡直是他媽的 好到頂天了 嚇死人的那種 超棒的 但是 這編劇怎麼回事啊 想找文藝風格可以啊 一代其實也是這種文藝風格啊 一代也是這種 有點暗示 就是旁敲側擊的方式 把把你的主要路線 敲出來這樣子對不對 就像剛剛講的啊 一代也是這樣喔 沒有錯 我不是說討厭這個方式 但是二代是 他媽你 你 旁敲側擊 你他媽敲出了 另外一條路了 然後就不知道在演什麼了 太多東西了 整個太破洞了 遊戲雖然有三個結局啦 啊你們就自己去Youtube看好了啦 我也不知道在演什麼東西了 只能說 真的就是不騎不帶不受傷害啦 我們都期待太高了 資訊量大喔 很難整合喔 資訊量大沒關係 但是很難拼湊在一起 根本沒有地方整合 一坨屎 買一坨街機隨便 這樣講好了啦 我講一個簡單的 比如說我們最後女主角出現 然後看見 他弟弟拿槍袋打人偶那一場 對不對 那場真的沒有什麼必要 我說真的真的沒有必要 因為我們一直以來 玩到結局之前 玩家的想法就會說 喔姐姐在最後被炸死了 炸碎了嘛對不對 那我們是誰咧 我們是不是都著重在這個點上面 我們這個問號一直都在啊 就說我們是誰 你最後變成女主角 然後看弟弟在那邊打人偶 你能不能用別種方式在交代啊 他雖然一直著重在說 你要塑造自己的角色 好 我塑造自己的角色 那至少也要 把我塑造成跟姐弟有關的人吧 要不然我他媽看這個故事看那麼久 我們一直都在想說 把感情放在 喔姐姐他們 受到不平等的待遇 家裡好可憐喔 然後弟弟就被 拋棄啊 姐姐可能死了啊 弟弟就只能自己求生之類的啊 這個評價我真的完全不意外 我說真的 可惜之作啦 他這次這個 這個劇情真的太爛了 簡單講 我用最白話的方式講 畫面很好 那劇情很爛 如果 成人恐懼還有三代的話 我當然會買來玩 但是是希望說他們能夠 因為二代的評價 稍微再重新 重新想一遍啊 可以吧 不過分吧 不過分吧 可以關掉了 結論 劇情太爛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